中国主持人金星因直率的性格和霸气的作风 收获了大批忠实粉丝追随 并且他在微博上晒出一张自媒体报道截图 声称他被第七次封杀 而且似乎受到封杀的影响 在法国被网友偶遇时 脸色看起来非常憔悴 身心也报受许多 对此金星暴怒表示 自己只适合丈夫回欧洲度假 瘦身减肥也是因为度假完回国之后 就有舞台剧的演出 想要以最好的状态面对观众 他以强烈的用词怒向该家自媒体 不知情就不要乱造谣 还警告他们如果再这样将会采取行动对付 霸气的回应让不少网友直呼佩服 认为只有态度强硬 才能对付躲在键盘后 造谣的营销号 事项金星向来敢怒敢言 先前他也曾为天后李文发声 对中国好声音开炮 直率太度过的网友狂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